嗨,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的地产经济余浩 今天在视频里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在约克region,约克地区 给大家介绍一下约克地区最值得投资 或者说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新小区 叫Patterson小区 Patterson小区当然也是老生常谈的了 很多经济,很多人都熟悉它 都介绍过它 但在这个视频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它的独特的地理位置 以方便很多不太清楚的人熟悉这个地方 首先就说一下它为什么值得我们关注 因为它,大家都知道 约克region是由马康姆、瑞奇莫洋、旺市 以及有罗拉、Newmarket 像北面还有什么East Gwibri 这种各个城镇组成的 它也是属于多伦多 最靠近多伦多的一个 比较华人比较喜欢投资的 或者说大多数居民比较喜欢居住的一个地方 在约克region有很多新的这种社区 包括像Patterson 像Vansh的Patterson Villow Vintage 像这个马康姆的Bersey Wizemar Greensboro 以及Cornay 像Richmond Hill的这个 Jefferson Landstaff 包括Lujus 这些 以及北面的这个Newmarket的这个 Woodland Hill 以及这个 阿罗拉的这个 Bayview Northwest 都是比较 我们比较喜欢的 大家都知道很多购买者 从大概的年纪都是从这个20多岁啊 到这个50岁左右 因为50岁之后的这部分人 他并不具有非常好的一个贷款的能力 银行通常会根据他的年纪 会比对他的贷款比较严格 所以在在中产阶级上面来说 购房者大多是从30到50岁这个之间 大家换房子换的最勤 所以这部分年轻人也不算年轻人 就是比较成熟一点年纪的这些人呢 他们 我觉得他们如果不具备有这个 翻建的思想 就是说我以后有很多钱 我一定要进行一个土地翻建的话 他们大多数还是会选择一个 比较新一点的 状况比较好一点的 社区比较成熟一点的 以及这个 小区里面的人啊 居民啊 收入比较高一点 比较平衡一点的这种小区 同时又希望这个小区 它离多伦多的位置又不至于那么远 所以整整体看来 York Region 除了马康姆的Bersey 在这个16街的这条线上面 就是盲视了这个Patterson了 如果再往上面去 就是Magic McKenzie的Lujuz是属于新的 但是像你说像这个马康姆这边Bersey啊 他们也是比较新的一个新小区10年内的左右 但是他们离这个404相对来说 距离还是比较远一点点 而这个Patterson它是介于在16街 当然在这个西面 它已经改名字叫这个Roseford 嗯 所以它在Roseford以北的话 Patterson是属于 哦 其实是Highway 7以北啦 Highway 7以北的话 Patterson是属于最接近最接近 多伦多的一个新小区 接下来我就说一下 它大概的这个范围 是从Highway 7以北 一直到Roseford 然后再到这个 Major McKenzie 然后再到上面的这个Teston 它整个的这个4条街 都是横贯这个东西穿向这个Patterson小区的 它的南北向的路呢 就是从这个Barsus的以西 一直到这个Darfrin 然后再往西过一条勾圈的铁路线 所以它整体分开来 大概是有5个独立的小区形成的 Patterson这个地方 它嗯 如果说市政的话 它其实还是属于Maple 所以住在这里的居民 它收到的这个信件啊 大多数可能都是写的Maple 其实Maple很大的 包括Velovenage的一大段 也都属于Maple 所以嗯 这个地方 它分成5个独立的一个区域 其实最有名的就是大家常说的 叫Thunhill Woods Thunhill Woods Thunhill Woods大概在什么位置呢 就是在Hairie Seven和Rothaford Rothaford之间 在Barsus的和Darfrin之间的这个小方块 叫Thunhill Woods 然后在这个Rothaford以北到这个Majer McKenzie之间 然后Barsus的和Darfrin之间 它叫这个Thunhill Valley 然后再往上面去是属于Patterson 最豪华 最上档次的小区了 就是在Majer McKenzie以北到这个Testin 然后Barsus和Darfrin之间的这一段 叫Up Thunhill East States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名字 起的都是很大气 East States通常来说是 有那个豪华的这种庄园的感觉 所以这个最北面的这个小区 Up Thunhill East States 也算是Patterson最经典最上档次 同时也是价格最贵的一个小区 然后另外Darfrin以西这一段 叫和铁路线之间的这一段 也有两个小区 一个是Darfrin Hill 另外一个上面这个小区 叫Majer McKenzie 好像是什么的 这个五个小区 他们都形成了Patterson独立的一个很大的小区 所以Patterson它的面积相对来说很大 如果你说你在Patterson买了套房 或者说你说你住在Patterson 还不是特别清晰 需要具体指明是在哪一个路口 或者说是在哪一个小区 如果是拿它和马康比的话 Berthee、Wilmer加上Greensburg 包括Cornel 这个四个小区加在一起的面积 才是整个Patterson的一个面积 人和Patterson相比的旺市的一个小区 就是Velovenage 所以整体的旺市的两个新小区 比较中间一点的就是Patterson 比较西面一点的就是Velovenage 这两块的面积相对来说都是非常大的 然后接下来说一下 除了它相对来说 它是最靠近多伦多的York Region的新小区 接下来我要说一下它整体的房子的房龄 都是在5到10年 甚至还有更新的房子 如果是Townhouse的话 大约是在80来万左右 如果是单车库的独立屋 大约是在90来万左右 90来万到100几万左右 如果是双车库的独立屋 大概是在120万到往上 178甚至200万甚至更多更贵的也都有的 所以它这个整体的这个价格区间内 也很适合各个不同的 只要你的预算达到了80万以上 基本上85万以上 基本上你可以考虑在这里选择 能够能够买得到房子的 它的地理位置呢 除了你这个多人多近 其实它你Richmond Hill和Maham 相对来说都是蛮近的 开车大约到Richmond Hill的话 就是一条街 因为Busses的以东的话 就属于是Richmond Hill 如果开车到Maham 大概就是15到20分钟左右 所以这部分车程对于很多 如果说旺市Patterson这边 它没有太多华人的餐馆 包括华人的超市 其实开过去15分钟 也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 所以可以经常开到Richmond Hill 或者到Maham去买菜啊 买吃东西啊 吃中国餐馆啊 都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它离央街也会比较近一点点 因为它就是靠着Busses的到央街 它横跨的还有两个勾圈线 所以Patterson的居民呢 有很多它是在Downtown工作的 或者在南面工作的 可以做勾圈下去 一个是Rossford的地铁线 勾圈线 一个是Maple勾圈线 所以两条勾圈线都可以往下走 两个站都可以往下走 然后北面有沃尔玛 南面有Longers Soulbase No Fairs 这些Grocery Store 还有再往西面开一点点 就到Von Mears 所以它整体的情况 都是蛮好的 整体的便名设施都是不错的 相对来说 有一个交通上面的缺点 就是它离高速会比较远一点 无论是离400 还是离东面的404高速 都会比较远一点点 这就是它一个小小的缺点 当然如果说你住在央街 两边的话 你高速肯定也是不是特别近 因为央街本来就是你两个高速都不着的 然后再说一下这边的学校 因为华人的话大多数还是要关心学校的 这里有一些小学 其实它排名并不是那么那么高 但是也是在大概100多名 200多名的这个样子 因为安省的小学有3000多个 所以说我觉得排到100多名 200多名也是不错的 然后中学是Steven Levis 这个中学的话 排名现在已经在70几名 安省的70几名 当然跟这个Berzi Wizem 这种特鲁多 Bork中学比的话 是相对来说 是差了不少 但是整体的这个Mix的程度 以及它往前走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因为我在这个11年12年帮客户买卖Patterson的房产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Steven Levis中学才排名100多名 200多名 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 但这些年发现这个他这个排名慢慢的往上走 所以是个很好的现象 如果一个学校的排名往后走 那肯定是不好的 那既然往前走 说不定未来几年 他也可能升到30几名 20几名 这样就非常非常不错的了 所以整个的学校的资源 我觉得也还是蛮好的 当然我们要看这个社区 不仅仅看这个学校 有的学校即使200多名300多名 我觉得也都是不错的 我调查了一下 这边的Patterson的家庭的 就是Family Income的Average收入 一般是在这个15万到20万左右 这个整个的这个Pocket 所以说整体的人均收入是蛮高的 这里的居民大多数是以这个白人为主 俄罗斯人啊 犹太人啊 以及这个欧洲的这个东欧西欧 这些年轻居民 大多数是中产啊 基本上有两个到三个小孩 然后每天早上这种上学去啊 都是可以看得到他们就是很忙碌的样子 开的车开的这个社区的保养都是都是不错的 整体来说 我觉得他的因为他的Family Income基本上是这个15万到20万左右 就说明了如果是父母双方都工作的话 夫妻双方都工作的话 这个收入相对来说是已经属于中上阶级了 所以这个地区是整整体来说是非常适合中产家庭居住 特别是居住的一个地方 投资当然也不错 因为现在的租金 我觉得他相比他现在租金很高 已经比如说Town House已经到2600-700块 一个小型的独立物已经接近3300-3500左右 如果大一点的直接是4000-5000左右的这个租金回报率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还是自住了 这个小区是非常适合一个人口多一点的 比如说三口四口五口自家的这种居住 是非常好的 整整体的价格范围 比如说80万到200万都有的 都有这个价格区间可以供大家去考虑 再回到前面说的 就是这个小区 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优越的 因为你最南面的Patterson就是在Highway 7上面 所以如果是Highway 7再往下面走 就是Sunghill 就是我们说的Munch 或者Machammer Sunghill 然后接下来就是北约克 所以从这里去到北约克是非常方便 非常近的 而不像Richmond Hill那边或者Lujjus Woods Richmond Hill Jefferson Lujjus Woods那些地方 相对来说比较北 当然我不说那边不好 我只是说从地理角度上来说 这个地区是最适合投资和居住的一个地区 如果你不想住在北约克 你又想住离北约克近的一些新小区的话 这小区我觉得是可以先看起来 去优先去作为No.1的一个选择性的 整体来说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Patterson的地理优越 然后我再总结一下 Patterson的地理优越位置 以及Patterson的人均的收入 以及家庭的构成 以及Patterson的房子的大小 房子的装修 以及房子的新旧 都是目前这个中产阶级 我觉得30到50岁左右的 有家庭的中产阶级 最适合居住的一个区域 行我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